超过一万日元就无需支付消费税 享用免税吸引外国人来日消费 但日本人自己却为明年4月 要提高到8%的消费税 忙着拨算盘 趁着文化日三年休假期 不少人习家带卷到卖场看家具 日本的搬家忘记通常在三月份 但买器提早沸腾 就是想抢在增税之前下手 看看这间家具卖场上个月的订单 客人全都指明明年三月底在送货 汽车展示中心的情况也差不多 以一台300万日元的车子来看 如果以现行5%消费税计算 税金是15万日元 但等明年增加到8% 税金就是24万日元 差了9万之多 所以这位客人第一次来看车 就立刻签约了 既然东西越贵 被瞌睡的金额就越大 很下心买房子的人也不少 这个位于东京市田谷建设中的物件 平均一户6千到7千万日元 连续假期吸引了200组客人 来看样品屋 随着明年四月份消费税上涨 日本政府将同步祭出住宅贷款减税方案 一年最多40万日元 十年则是400万日元 一方面减轻家庭的房贷负担 二来也希望大家冷静一点 买房子不要一窝蜂 16年前日本将消费税从3%上调至现行的5%时 就曾引发增税前的消费框潮 但光是税率涨薪水不涨苦的还是小老百姓 所以安倍已经向企业喊话 希望加薪来创造经济的良性循环 GVBS新闻综合报道 摆开幻想成真的新闻越来越多了 斯法洛伐克有两个设计师研发出飞天车 不仅可以在路面上开 开开就转到天空上飞 最高时速分别有160公里跟200公里 还在研发阶段 但是在加拿大蒙特罗的航空展 已经有原型车亮相 车商也完成了这个原型车的首度是非工作 不习惯看到会飞的车吗 其实电影里的科幻情节 未来很有可能会成真 这辆外观有点像飞机的车子 造型相当前卫 不仅可以在路面上行驶 时速最快高达160公里 还可以像飞机一样在任何机场起降 最快能以时速200公里的速度 在空中翱翔 由斯洛伐克团队开发设计 这辆空路两用飞天车 虽然还在研发阶段 已经先在加拿大蒙特罗的航空展亮相 采用轻量钢架 这辆飞天车飞行时可以容纳两人 而且只要在一般加油站加油即可 因为机翼可以收纳 所以在一般的停车位也停得下 开发者从20多年前就有这个构想 如今看来他们梦想的蓝图已经逐渐完成 TVB的新闻自我报道 酒做酒站会让双腿 走脏 静脉输 能协助改善 腿部静脉 局部浮肿 持续 好来Focus 明天该怎么穿衣服 交给气象专业主播 任立于任先生 说这个星期 像波浪型的气温 上上下下的 那明天星期三 究竟气温是降还是升 连续两天 凉凉的北台湾的地区 雨呢 台北依然也比较多 最主要我们先看看 首先第一个 水气比较多 那么你看周围 都是些云层的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东北风 连续两天吹下来 凉凉的 明天开始会不同了 第一个 东北风离开 减弱 温度上升 另外一个东北风 还没有下来 这个要到什么时候下来呢 要等到后天了 所以说后天 温度要下降 所以明天到后天之间 明天会深一点 后天会降一点 大后天又会怎样呢 那么走得很快 一下就离开了 温度又变成东风 东北风又没有了 温度又上升了 所以说明天 后天 大后天 连续三天 北台湾的温度是明天升 后天降 大后天又会升的 但是幅度都不是非常之大 这个一升 可要升好几天了 那么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才会明显的下降呢 请大家看这一张天气图 这个是11号的下个礼拜一 有个比较强的冷气团过来 温度下降 所以说这次的周末的天气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白天呢 几乎都是热的 特别是礼拜六 礼拜天这两天 全台湾白天都热的 而且呢 雨呢 又很少 所以说安排活动是完全可以的 比较不同的呢 当然就是要到礼拜六 礼拜天跟礼拜一呢 会有比较明显的天气转变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台风 现在有一个台风 海燕台风还很远 不过它未来是往这边走的 对我们不会直接的影响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里 有个热力压 也会变成一个台风 不过也不用担心 它也是往这边走的 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 影响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 会造成我们南边 今天的海面风浪是比较大 明后天都是如此的 看看明天各地方的天气预报 首先看到 北部还是有点雨 温度升起来了 27、8度的 中部一带 当然还是晴天29度的高温 清晨22度 南部地区也30度到22度 东台湾 还有一些零星的这种降雨 外岛这都是非常的晴朗的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未来这几天 温度一天高一天低 有一点变化 但是变化都不是非常之大的 到礼拜天礼拜一 才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这是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今天看新闻 选择TVBS Focus 全球新闻接轨全世界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